大家好,又到我鄭武士貼康開箱作義時間 今天為大家介紹,就是來自Lika Castle 麗家城堡的特別版 Jenny 復古公仔 這個是我第一次買的Lika Castle Jenny,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全新的復古面 還有它的盒子都是特色的 大家看著,Lika Castle 麗家城堡的標誌 大家記住,Lika Castle 專門地有分很多地區 包括關東地區等等,它的盒子都有不同 有些是白橙色,甚至是黃色 而這個應該是在Lika城堡樂園裡賣的 我想應該是 好,然後,現在介紹它有什麼特別呢? 通常說,那些Jenny,Lika其實都是Made in China 但是,Lika Castle 麗家城堡的特別版 限量Jenny是不同的 通常說,Lika Castle 那些Jenny 全部都是Made in Japan 看看,上面寫著Made in Japan 這裡 所以,他們的Made in Japan 就是因為Made in Japan的關係 所以,價錢跟平時看到的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因為全部都是人手造的 包括它的薄髮 還有身體 尤其是頭髮 全部都是人手縫的 我還跟他買了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都是來自Lika Cast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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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人手縫製的 特別是手工精細的 與不同的 等大家開箱之後 我會為大家看看這件衣服 和Jenny 如何是特別的效果 其實這件衣服是香川版的Jenny 他應該穿綠色香川衣服 但我並不太喜歡香川衣服 所以我才會選擇這件衣服 這是19年情人節特別版系列的 好了,拆了出來 衣服都穿好了 看看 好有別節 非常有別節的複鼓 而且因為他那個髮型的關係 所以我選擇了那件 好像居禮夫人的複鼓的衣服 因為那個髮型都是複鼓髮型 所以我也是被他這樣搭 看看,嘩,好搭 他有沒有下一個? 其實是有的 每個這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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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這件衣服都會送一雙鞋給你的 無論什麼公仔 每個這件衣服都會送一雙鞋給你的 看,好精緻 他的頭髮呢 特別的幼細 好,等一下 喔,可以 他的頭髮特別的幼細 特別的細緻 特別的細緻 好,然後呢 看看他穿舊的Jenny衣服 會有什麼效果 好了,換了這件衣服 右邊呢 就是那個 真是舊的Jenny 皮膚呢 看來呢 是黑了少少的 但也很漂亮 左邊那個才是舊的 右邊那個呢 就是那個 Castle Jenny 看看,換了這件衣服 因為他們的身材其實都是一樣的 高度都是一樣的 穿了鞋的高度都大致上是一樣的 尤其是那個 Castle Jenny 和我那個 左邊那個 Jenny 穿了他們的 Castle衣服 一樣是這麼漂亮的 這件衣服 挺特別 不過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聲 那個 Castle的衣服 這件衣服 是27CN的 正常來說 這件衣服 是穿不到的 只有Jenny才穿到 因為呢 Jenny穿了 這件衣服 就會變得 不合身的了 太大件 還有就是 Barbie的身體 都是不行的 因為呢 她的肩膀是很闊的 Barbie身體的肩膀很闊 這件衣服 如果一穿下去 是很會 撐爛的 適合什麼身材呢 是適合那些 MOKO 大頭B女的身材 這件衣服 才可以 嘩 真的 與變不同 漂亮 好 大家的高度都一樣 等一下 我再試試 給我 城堡的Jenny 試試穿一下Barbie的身材 看看有什麼 感覺 好了 換了幾個Barbie的身材 這件藍色身材是Barbie的 我沒有Barbie 不過是單買她的衣服 換上去 非常合適 為什麼 我現在覺得 Barbie的身材 根本就是跟著Jenny的身材 小的尺寸來做 所以是非常合適 如果你們買了 Lica Casso的公仔 又覺得她的生貴 你可以買Barbie的衣服 來跟她換 因為她的身體 嬌小身體 和現在的細碼 是非常合適 好 多謝大家收看 再會